学无语 早早度 好 同学们 这一奖是光学现象的单人复习常考题型 常考什么题型呢 平面镜成像 平面镜成像在光学里面考太比较多了 尤其喜欢考平面镜成像的实验 几乎课题的概率太高了 还有如果喜欢竞赛的同学 我跟你说 平面镜里面好多题目要难起来的话 可以非常非常的难 竞赛题里面经常出现 但是最好是尽量避免今天出现竞赛题 但是偶尔也会出来那么一两个 有点思想准备 不过我到时候我会告诉哪一些 竞赛常考的 哪一些中考常考的 来 先梳理一下平面镜成像 平面镜成像特点这个太简单了是不是 像与物一样大 像距等于物距 物与像距的连线于平面镜垂直 虚像 平面镜成像它这个虚像 对吧 光是 它就有反射光线的反向延长线形成的 也就是虚像只能用眼睛看到 但是呢 不能在光屏上接收到 因为它不是实际光线 所以虚像只能用眼睛看到 不能用光屏接收 像与物光与镜面对称的 然后呢 探究实验 平面镜成像探究实验 这个同学我跟你说刚才说了中考 必考 二否否必考一点夸张 中考很好 不是很喜欢考 所以我建议咱们听这块的时候 如果当然你已经没有问题的话 复习 大家过 如果你在这块还有问题的话 我建议你去看预袭领先班 也就是暑假 是暑假班里面的 在预袭领先的时候 也过后在那个里面的时候 都要清楚做了这个实验 还有多少人后部里 薄部里都要做了 把那实验过程演示了一下 你就看那个实验 再复习 有些实验啊 你去做完在暑假班里 做了那么多实验呢 实验多看几次 挺有用途的 那有的人你看第一遍的时候 你可能看着 哎挺好玩的 你看第二遍的时候 哦原来是这样啊 那就是你学了一段 再回去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从实验里面的收获 是不一样的 好 探究实验的材料 两个相同的蜡烛 是未来已经像一物的大小的 这就是复习和就不高 为什么呢 玻璃板要用薄的 比方厚的话 你看到 不高是一种厚玻璃的话 分成两个相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两个面 两个面都可以成像 好了 还有另一种平面镜成像的原理之图 注意事项 要是一种薄的 辅助吹两个相 要垂直 不垂直 它的相就要空中去了 实验时间不能太长 太长了 其中有一个燃烧 另一个不燃烧 短了 穿帮了 然后从不同角度观看 是不是重合的 研究 是 这个研究室这个肯定错了 这个比是高科技 高科技的比老 老老老老 放毛病 帮你看 从不足去出来 你要在平面这边上 从不同角度看 要是你放那个蜡烛 跟那个像要是文性充合 你不能去从正面看 正面上完全错一点点 你可能不知道 两个拉着里面 只有鱼能点燃的 你只能两个都点燃 两个点燃像你看不见了 光线太强了 看不见了 好 利用平面镜成像原理之图 物体 平面镜 像三者到任意量 你就可以画成第三者 太简单了 像和眼 你可以确定反射光线和入睡点 那反射镜也可以知道 物体和入睡点 可以确定入睡光线 谁都知道 反射光线的反向延长线的焦点为像 这句话很重要 也就是反射光线的反向延长线 肯定会过像点的 误色光线的焦点为物体 反射光线的焦点为像点 这两句话 平面镜后面的像都是虚像 这个没问题的 这个垂直符号被丢了 来 如果 布罗尔刚才跟爹的那个表 在现在就此的过程中有问题的话 你再回去看看去 复习课嘛 对吧 反复的让知识重现 去理解它 来 底屏 平面镜成什么下来的 虚像 虚像 不小 倒立还是正立的 正立的 正立的 像和物到精面的距离什么关系 相等 相等是不是 大小什么关系 相等 相等 太简单了 影子和平面镜成像的原理不同 影子是光在静音界中间直线重复的 凡是所有的平面镜成的像 都是光的 反射 反射 还有水中的倒影 反射 水中倒影是把水面当平面镜了 是不是 反射 实际上是有什么形成的 光线 对 实际光线 你说光线也行 虚像是怎么形成的 光线的反向延长线 对 是光线的反向延长线 它一般情况是两个光线 第一 反射光线的反向延长线 或者说折射光线的反向延长线 都会形成虚像 然后那附射光线的延长线呢 附射光线延长线就是实际了 是不是 但反向上也不好说了 如何去分实际上和实际上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用那个什么去接 光屏 光屏 如果光屏上的有像的 肯定是什么像 实际上 光屏上没像呢 实际上 太厉害了 好了 如果所示 一只大猩猫正抱着一根桌子 在进行欣赏自己的像 所以他进行看自己的像 一人来 这个肯定不对 是不是 对吧 你看那个 他那像里的 那他那像里面像里的面像外 是不是 对吧 我画应该这个是不对的 是不是 但D也不对 D哪不对呢 你看你这个 这个是在右边 是不是 你这个是在里面 像在里面 是不是也是 应该是在右边 应该在这边才对 是不是 那这个左边这都不对 你先买一个了 D D是不是 D 站到平面镜前的人 逐渐远离平面 他在平面镜的像是变大 还是变小的 不变 不变 因为咱们关他复习了 像与物什么关系 大小相等 像与物大小是相等的 是不是 像与物大小是相等的 好 那大小相等 他叫物不变 像就得怎么样 不变 相就得不变 相就得不变 所以 去哪一个 D 哦 这是还有这个呢 带人在干嘛 逐渐远离平面镜 是不是 那就相就变大 物就变大 相就变大 是不是 选D 这个不难 这场讲的 基础题 第四题 舞蹈演员站在平面镜前训练 下来说发正确的事 演员在平面镜中成实相 错 虚假 演员远离平面镜 在平面镜中成相片 错 只要演员大小不变 相就不变 是不是 嗯 演员靠近平面镜的错 相就等于物举 那只能选D了 是不是 嗯 演员0.5米 所以相也选 对 对吧 0.5 选D 第五题 某人站在静子前两米处 静子就像 离他几米 两米 错 哦 像 离他几米 四米 四米 是不是啊 正挺为靠近的注意啊 此人以一米每秒的速度靠近近的 像相当于什么速度 两米每秒 对 你看这次你反应过来的 像相当于近的也是一米每秒 是不是啊 嗯 是这样啊 有东西慢了 我就来一下 他如果是一米每秒 那他相当于近的也是一米每秒 是不是啊 嗯 但现在他不是相当于近的 他相当于他 一秒钟他前天走一米 同时他前天走一米 现在一秒钟他们俩要算几米啊 两米 对 一秒钟他们俩这样距离要算几米啊 两米 每秒 好 第六个题目 下列事实和现象属于光的反射的事 这属于什么呀 折射 折射 是不是啊 嗯 光线从水进入空气 偏离法线 法线延长 哎 变浅了 所以它就折射 B呢 这光的直线重播是不是啊 B呢 反射 这个有道理是不是啊 嗯 因为你房间里面装一个镜子的话 抖射像房间的面积 不是 房间的空间增大一倍是不是啊 嗯 现在墙来的虚向对吧 嗯 虚向反射 B呢 这折射是不是啊 折射啊 光线折射 大气浓度不均匀造成那个折射 好了 就具体 游泳池边 竖子 哎呦 这个通甲子你看到 什么呢 好 通甲子啊 竖子墙上挂一个通马竹子 说从这个字啊 好 知道这些啊 母同学看到水面下挂 哦 这是水面下的啊 挂中指的时间也几点几分 有些同学做这种题嘛 老师要自己找一个匠门 老师要考这种题目我都会 你怎么会呢 我把事情翻个来从后面看就会了 有的挺行 有的挺不行 你比如说啊 咱们站在咱们家里面卫生间去照镜子的时候 那镜子是竖直放的是不是 我人照镜子的时候 是左手跟右手在镜子里面反过来了是不是 对吧 说的相反 但上下有没有反的 没有 你什么时候看人一照镜子头上下脚上上呢 就上下不会倒过来 但是什么会倒过来 左右 左右会倒过来 就是镜子竖直放着的时候是这样 但是我们这个题目是镜子怎么放的 数值 不是 数值前要画一个中 水平放 这是什么 这个我们这个镜子是谁 是个水面是不是 水面是不是水平放的 你相当于现在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平面镜是不是 对吧 那这个像应该叫做 这是像 那这应该是什么 这应该是物是不是 对 这应该是物 那这个距离应该一样去对 对吧 我捧你它了 正常情况这应该是多少 12点是不是 那它的12点是这个还是这个 下面的 对 它的应该是下面的 因为你相距等于什么 不 这物据跟相距什么关系 相当 相当是不是 这是几 6 6点是不是 跟它对应出这个地方 相距等于物据 所以这是6 是不是 但是你左右反不反呢 不反 正常情况这是几点 3点 这个呢 这应该是不会反的 是不是 因为你的连性跟静面垂直 所以这是这个 这个是不是 这是3 这是几 9 9 那这个是9吧 是不是 好 你知道这是3了是不是 那这是几 这是6 这是几 这是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这是2 1点的这地方 它就这地方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是4 是不是 这是几 9 10 是不是11 那你说这个 这边是快到4了 快到它了 多少这个 这看不出来啊 这是3.55 快到4点了 差5分钟到4点吧 你看不出来啊 你看不出来啊 看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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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这里面 往这里面啊 你这个是不是4 这个4在这个3的上面 下面 下面 下面是不是啊 你这个现在是不是正好 接近4了是不是啊 对吧 接近4了啊 但实际上没到4 对吧 你这个在哪 神医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啊 它的正面神医是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啊 你这两个对象 这个分钟是不是到这样了 嗯 你看看有多少了吗 嗯 多少 3.55 是3.55啊 嗯 3.55 是不是 嗯 好了 这个题的结论 你要注意 当这个镜子 这样水平放的时候 它是上下反 但左右怎么样 不反的 啊 跟咱们在卫生间撞的镜子 是不一样的 来看下 这个是从平面镜里面 看到背后墙上 挂中 这个墙是挂在 准从平面镜里 看到背后墙上挂中 那这个平面镜 应该在哪了 应该是这样的意思了吧 是不是啊 对吧 嗯 背后墙上面 你得看到一个镜子 是不是啊 对吧 说明你的镜子在哪 镜子应该在这地方 是不是啊 人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人在看背后墙上面 那个镜子 是不是啊 嗯 对吧 好 那这样的话 什么反 什么不反在这 左六反 上下不反 这上下能反不 不反 那这个应该多少 这个 12 这是想 这几应该是 10 这几应该是5 是不是啊 这几 6 所以它这几应该几 6 6是不是啊 嗯 这一招 几 3 3 那这个应该几 3 因为这个应该它得像 是不是啊 嗯 像就等于5 是吧 你不可能 这个是3 这是3 那不可能 这个像就跟5 不等 是不是啊 嗯 所以定是3 这个呢 9 这是9 那它这个是多少 9 9 9 是不是啊 嗯 这是多少 1还是11 11 9 10 11 12 是不是啊 所以这是11 是不是啊 所以想它应该跟在哪 是在这地方 是不是啊 嗯 这个值10 是不是指到这个地方 是不是啊 嗯 它这值得哪 这是9 这是几 8 678 8在这边哪 在这边是不是啊 嗯 把谁书上去写啊 嗯 就这样啊 嗯 多少这个 10点40 10点40 是不是啊 嗯 你看 10点 我最近有点实证 是这么凑的 是不是啊 嗯 是不是10到10 还没到11啊 10点多少 40 好 杜老师把两个器器 都给你讲了 好 一定要分清这是上下反 还是左右反 是不是啊 这个是数字方的时候 上下是一样的 但是左右 要反了 是不是啊 上一体就倒过来 啊 这两道题 你对比一下 来 第9G 如同所示是 AB是基于平面镜反射后的反射光线 画出对应的入射光线 两种画法 第一种画法 特简单 特老土 这样 画三线 这叫什么线 好像这样 不对 这样 这个角跟这个角相比 已经完了 是不是啊 看见了吗 这是一种画法 这个是不是用 照葫芦画瓢 知道这个角以后 然后怎么样 这两个叫三百米 行吗 是不是啊 都老师的比不太好 第二种画法 这样啊 把他们两个 是同一个光源吗 那同一个光源的话 是这样 他们的反向安长线的交点 应该什么点 向点 是不是啊 对吧 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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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点找出什么 找出这个发光点 是不是啊 找出发光点 像这样 这就不用画法线了 是不是 画的不太好 再重画一下 这个就是 足迭速度 是这样的 用尺子 用虚线反向延长 还不行 就这样嘛 是不是 然后再用尺子 用镜面对称的方式 再来的话 直角边 正常的跟那个常动相似 所以这点是什么东西 光源 就是光源 是不是啊 那光照入是点 这是位 行啊 行 好 言语方法都可以 来 第十个题 图中 做出人看到球的光路图 那球 就是光是到人眼里面 行不行啊 不行 做啥呀 凳子挡住了 凳子挡住了 是不是啊 那人让他看到球的话 必须通过谁 平面镜 平面镜是不是啊 那好吧 这 这不是看见了吗 你咋就知道 人家光源这么多 那我还记得这么懂呢 是不是 那我还认为这么懂呢 那就无数条了 是不是 你这边到底是 照到的 平面上哪一点 反向在人眼里面呢 你怎么照出来 这也通过照谁啊 到人眼里面呢 肯定是反射光线 是不是啊 但反射光线的反向延长线 肯定过谁 过上 对 过向点 所以我可以通过什么的方法 通过用镜面对称的方式 找出什么 上 我这画的有点大 是不是 那我这比他好使啊 你大概的意思是不是通知 是吧 然后呢 让他们两个连线 镜头后面应该怎么样 虚线是不是啊 这个点就应该是什么点啊 反射点是不是啊 这就行了 所以他肯定是这样走的 有的人画完以后 嘿 把相机掏出来 卡卡卡 把这都擦了 然后就保留这样 一封没有 你知道为什么 考试一封都没有 我哪知道你这个点 是真的那标准的入水点的 是不是 你保留这个东西在上面的 哦 我知道 你这先生通过找向点的 是不是啊 你反射管的反向延长线给我向点 你这把这多图横级保留在上面了 人家叛见了老师 才知道 哦 这孩子真聪明真会了 你说你把这个擦了 我哪知道你是通过这种方法找出来的 所以这个一定要保留 保留 稍微休息一下